文章来源大洛杉矶LA 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高铁正在稳步推进 根据最新消息 Brightline West选择德国的西门子交通 Siemens Mobility来制造子弹投列车 Brightline将向西门子交通购买 实列美国先锋220 American Pioneer 220 APR20列车 用于往返洛杉矶和拉斯维加斯的高铁线路 预计从2028年开始运营 APR20是纯电动高铁 最高时速220英里约354公里 Brightline表示 这些列车预计将采用七节车厢的配置 可容纳超过430名乘客 不过最终取决于设计需求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西门子还将为加州首条高铁 提供至少30年的定期维护和大规模维修 维修工作将在内华达州斯隆市 斯隆的维修工厂进行 与此同时 西门子还将在美国建造一个全新的工厂 专门用于生产APR20 具体选址还没有公布 事实上 西门子交通一直是Brightline的可作客户 Brightline在佛罗里达州 运营迈阿密到奥兰多的高速火车业务 该高速火车并非完全意义的高铁 而是采用柴电动力的 Brightline首席执行官迈克尔 雷宁格迈克雷克雷尼尔表示 正如我们用Brightline Florida列车署重新定义了火车旅行一样 我们很高兴能够为Brightline West开拓这一制造和开发的新领域 我们正在建立的势头 将最终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供应链 这将为从东海岸到西海岸的高铁行业奠定基础 西门子交通北美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 邦彻Mark Buncher则表示 该公司与Brightline的合作将有助于开创美国客运铁路服务的新未来 我们很高兴被选中建造和维护美国第一辆真正的高速列车 该列车将采用一些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高速铁路技术 邦彻说 当他们投入使用时 这将是美国铁路史上最关键的时刻之一 加州首条高铁并非旧金山到洛杉矶 而是洛杉矶到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已经于今年4月份开工建造 投资120亿美元 预计于2028年开始运营 准确地说 起始发展并非在洛杉矶市 而是洛杉矶东区的新兴华人区 库卡蒙格牧场市Rancho Cucamanga 在原有的库卡蒙格牧场地铁站的基础上改造 Brightline将会将其改造成一个内陆交通枢纽系统 可以无缝换乘地铁 抵达洛杉矶市区的联合车站 建成后 这条全长218英里的铁路线 将连接南加州和拉斯维加斯 将四个多小时的车程缩短为两小时的火车车程 该系统约80%将位于加州 沿着拉斯维加斯和库卡蒙格牧场之间的15号洲际公路行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